大家好,我是徐波棠老师 已经有20几年的电脑教学经验 目前专精于新世代语言SWIFT和Culling 透过从零开始学会Java和Culling这12堂课 能带领学员有浅入深并轻松了解 新世代语言Culling如何和Java语言整合 在这里来介绍Java和Culling Java从1995年问世到目前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 累积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库 Culling语言是由Jet Brand这家软体公司于2016年推出 这是一个新世代的语言 目前也是Google的官方语言 Culling语言设计的理念是 要创造一种相容于Java的语言 让它比Java更安全 让它比Java更简洁 比Java更简单 成为新世代语言的成员之一 这也意味着Culling可以使用Java丰富的资源库 Java和Culling如何整合 在一般的Java开发环境下 我们使用Java语言透过Java的编译器 产生了JVM的掰扣 在Culling的开发环境 我们可以同时使用Java语言 或者是Culling语言 透过Culling的编译器 我们可以产生相同的掰扣 这里是Enjoy的开发网站 Culling目前是GoogleEnjoy的官方语言之一 这意味着 未来我们开发Enjoy的APP 我们可以同时使用Java语言 也可以同时使用Culling语言 Java和Culling做相同的事情 这是一个Java档 这是一个Culling档 在Java档里面 我们使用Java的套件Swing 我们要产生一段讯息 Hello Java 我们现在执行 我们看到Hello Java的讯息已经出来 我们在Culling档 一样使用Java的Swing套件 我们要秀出你好Culling 你好Culling 这意味着透过Culling 可以读取Java丰富的资源库 为何要同时学习Java和Culling语言 这是2019年4月20日104的应征条件调查 在必要条件和加分条件 你都会看到Java8Culling 擅长工具JavaCulling 熟需Java或Culling 所以我们知道同时学习Java和Culling 未来在你的职场上将有重大的加分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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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